好 继续来关心花莲市代表会在24号时开始进行市政总质询 市民代表蔡一阳是针对市区排水还有市荣的美化 要求新捷队来加强的维护 另外新完成的中山风雨球场使用以及管理 蔡一阳也要求市工所要妥善的来规划 市民代表蔡一阳市政总质询 关心市荣景观维护还有排水沟的盛上问题 我第一个是针对我们台风还有豪大雨的时候 我们在市区淹水还有水沟堵塞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废弃的线路跟树根 那我们公所后续的追踪和处理是什么 那请教请市长继续来帮我们完善我们市区淹水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还有我们除草维护市农的部分 这个频率要增加夏季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处理 那希望在明年度可以让我们的市农干净 热爱篮球运动的蔡一阳 也关心中山风雨球场的使用规范和维护管理 在中山公园球场有烧胎的案子 那后续的状况 那还有我们中山风雨球场风雨遮雨的能力 到底后续的计划是什么 还有我们一般民众使用的时候 跟机关团体在住届场地的时候 是否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希望公所可以帮我们争取一般民众使用运动场的权利 对于代表的建议市长和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也都做了详细回复 并且表示会改善办理 建议会幻市报道